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大家好,我是雅耳飞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是山药木耳 这道菜所需要食材是 提前削好的山药、大葱 泡发好的黑木耳 黑木耳泡发好之后 要给它多清洗里面,里面沙比较多 接下来开始味料 把黑木耳出个大根先给它窄掉 然后手撕成大片 摘好之后,放碗中备用 然后大葱,切成葱花 山药斜刀切 先给它切成粘心块 然后再给它切成粘心片 试材备好,接下来开始制作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烧开之后,加入黑木耳 山药 开锅之后,立即捞出 放入浪水中,给它过下凉 这个焯炙的时间不要太长 然后重新起锅,烧干锅中水分 加入适量的油 油温烧热之后,下入葱花 炒出葱香味 下入控好水的山药 看是什么的 加入大半盏盐 鸡粉半盏 少许白糖 少许白醋 这个醋,一定不要吃出这个醋酸 醋一定要少 炒至调料化开 木耳山药再烘之后 关火,烘出 今天这道菜制作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关注 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常菜 分享给大家 好,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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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